Yahoo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賽後你來做 我是聖雷 我是王柏林 還沒介紹我自己Cue自己 哎對 果然因為你太熟了嘛 對不對又出現了 我突然有點抓到你的節奏 沒有沒有我們是 因為我們在24小時之內 我們主客一位 你知道嗎 真的 本來我是去當來賓 今天換著你來這邊做客 奇怪好像 應該是我先講話 所以你可以說我是第一排之友 然後你是你來做之友 對對對 最後我們就是第一排你來做號碼 你來做第一排 也可以 蠻好的 對沒錯 好不管怎麼樣 這就是因為在今年賽季 Plus League實在是非常受歡迎 對然後真的 大家就是在網路上面討論的也都很熱 所以今天呢特別請到柏林 來到現場 那我們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那個有帥哥加入對不對 我們也有正妹將加入 所以第二排第三排 如果你不看 你就是笨蛋 有一個心情 有一個梗圖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 你說說說 如果說大家收到這梗圖的話 工程師在今年賽季呢 確定是以立競賽第一名要進入到季後賽 所以擁有 如果他們真的打進總冠軍的話 就擁有所有的主場優勢 你怎麼看工程師今年賽季 哇工程師今年其實很不容易耶 那季初的時候 我們還記得有一陣子 他們自己的球迷其實都對 工程師挺不下去 我說哎 而且真的一堆人被罵 對 所以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跟球員的磨合溝通又不是那麼理想 那球就只會丟給新媽 本土園不知道在幹嘛 朋友練球練那麼多 不是一直在拍影片嗎 可不可以練球好嗎 行銷之鬼 不要再拍影片了 練球好嗎 嗯 可是後來呢 這個冠軍教練 他有解釋了 這個一路以來 他們為什麼是這樣設定 他們在一開始季初的時候 因為他有講到說 工程師今年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團隊 是 我說不同的團隊是指他們在打法上面 戰術上面 很不一樣啊 洋將上面 其實都玩 他說我們基本上我們今天是砍掉重練 他們在季初的時候 他們花了一段時間是以戰養戰 他說因為在練球的時候 辛巴不太能夠真正全程的參與練球 哦 不是說他不練球 是因為季賽這樣打的方式 球丟進去轉身灌籃 不用練啊 嗯 嗯 你沒有什麼任何戰術可以演練嘛 因為你球給辛巴就解決事情 所以要比賽打了之後 欸 才知道說他們怎麼要來調整 因為辛巴確實在對上 在攻防的時候 你練習賽你也守不住啊 嗯 沒錯 就是自己隊內練習在幹什麼 對對對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他們戰術 他們看今年加入了蠻多蠻重要的球員 林一輝也加入了 對 然後朱雲豪也加入了 所以他們季初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他們說真的就是 運用賽季前面的10到15場比賽 他們真的就是用那15場比賽 來磨合來練球 所以要說季初他們打的真的是很辛苦的掙扎 所以 為什麼林冠倫教練 你看他在季初跟裁判的 跟這個 抗議 尺度是比較大 有時候是踩過了紅線 嗯 他其實有講說 確實他在那段期間 他的壓力 是自己給自己 然後他的情緒起伏很大 我覺得林冠倫教練在今年賽季他的調整 我必須要給他拍拍手 因為我覺得真的就是 以現在真的 這個網路上面的聲音 大家都聽得到 包括像是我們看YouTube 大家的留言 其實我們也都看得到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球員打不好 教練調度不好 球隊輸球 在網路上面真的就是 罵聲一片 然後就在質疑就說 林冠倫到底行不行 是不是要換教練了 這支球隊怎麼打得比去年還爛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在今年賽季 他們真的是從逆境 然後打到了瞬間 就是季末最後的12場球 他們贏了11場 就表示說 他們真的把工程師的球風打出來 而且 我又轉了那一場 禮拜六的比賽 是沒有星巴的 但他們還是可以打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球風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工程師 真的很不容易啦 就是我如果 假設要我選 年度最佳總教練的話 我可能會傾向 把票投給林冠倫教練 給本土教練 對 給本土教練 不過在星巴的傷勢的部分 欸 你怎麼來看 就是說 如果假設星巴是因為背部不適 但是以現在立行賽打完了之後 然後預計在6月初 季右賽會登場 那季右賽開始的情況之下 有星巴跟沒星巴 我覺得應該是差非常非常多吧 其實星巴他在今年賽季 幾乎沒有太多的缺陣 嗯 幾乎也沒有傷勢 對 這個冠倫教練就有講 他們在季初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讓星巴的上場時間其實也是有控制 一開始盡量要打的時間不要那麼長 而且一開始他比較多 不是對球的擋人 因為你對球擋人你要跑的距離很長 對 所以他是隨著賽季賽季進行 他把他的上場 上場時間 還有他的功能 上場做的事情 把它變多 嗯 所以星巴事實上 他在打下半戒的時候 他瘦下來了 而且我覺得你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不是去 特別還要跑來跑去 對 他就是慢慢走 從中線走來走到湖頂的時候 然後就站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幫忙隊友擋 對 他也不需要花費太多的體力 要跑來跑去 說比如說到右側或到左側 是 他就在那邊 然後是後衛繞著他跑 沒錯 對 所以 工程師現在這套round很順 嗯沒錯 那 現在說星巴有這個下背部有上訴 對 通常以這個重量 這麼重的人 這麼高的人 他其實他的追尖盤是容易突出的 下背部其實本來就容易受傷的 因為他的核心要承受重量這麼重 可是呢 不要忘記了 工程師跟台北富方勇士 他們怎麼樣 他們是最先 打完例行賽的球隊 可以休息 所以你看 以最快的時間打6月2號來進行季候賽 目前是聯盟這個訂出來的時間 嗯 從他們這樣比打完到6月2號打 大概有10天到12天的時間 嗯 其實是很充裕的 對 那以追尖盤突出下背部的傷勢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自己休息 很多NBA球員其實追尖盤突出下背部的傷勢 就吃了指頭咬嗑了就上 對 林光臨教練在賽後也講到說 就是說星巴沒想到那天比賽的早上起來的時候 非常不舒服 他說既然 不能起來也不能走 所以那場比賽 星巴沒有辦法上場 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打到的季歐賽 不管是哪一支的球隊 包括像是那場比賽 勇士也是用單洋將 對 所以等於說洋將有受傷 或者是這個身體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趕快能夠在季歐賽回來 然後用最完整的陣容 我覺得今年的PLUS LEAGUE 在四支球隊打季歐賽的情況之下 應該會非常的刺激而精彩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講到 還要再來 我們趕快前進到下一段嗎 真的喔 大家是不是也想看第二段 我都得不及了 我好興奮啊 你都已經快快準備要去接下一段了 趕快趕快快點 最後啦 工人師你覺得他們在季歐賽 能不能夠奪冠 關鍵在哪裡 然後順便告訴我們 你認為關鍵的奇兵 如果說你講會不會奪冠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當然是很有機會 因為今年其實四支球隊看起來是有互相互客 對 所以說真的也不好講 好 不要忘了給我跳 沒有我笑了一下被你聽見 跳過去啦 那我們先講第一輪 看起來機會最高 一般都認為可能是國王對上工程師 但是我們就看如果以第一輪來講的話 我的看法是 我認為國王對Q能不能夠上場 會決定到這個系列賽會打到多場 或是誰勝出 如果Q不能夠打的話 不能上場 傷勢沒辦法打的話 工程師晉級的機會高 那如果說Q有打的話 那就要看幾個外線射手彼此的發揮 可能就不是決勝內線 可能就是外線的射手要發揮 所以剛好小莉最近 那個 需要欸 她介入賽或許了 當然也要看球隊的陣容 傷兵是不是能夠回來 因為她都自己覺得 包括她在主持的時候 她都講說她覺得她是階段性任務 欸可是她蠻準的啊 是啊 我就覺得她是可以用的啊 對啊 那就是要看Ryan怎麼去用它嘛 你還沒講騎兵啊 騎兵是誰 我的騎兵是小莉啊 不是小莉 工程師騎兵 工程師騎兵 她上一集可以當工程師騎兵 工程師騎兵 我會想一個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人 但這個人我認為在季後賽 一定會有她的表現 誰 林怡輝 喔 OK 怡輝因為扭蛋事件而沉疾了一段時間 對 而且她在扭完蛋之後 她這個頭也被尻了一下 對對對 然後而且下半季 這段連勝的期間 打得好的他們的風險 事實上他們是用的李嘉瑞 對 跟郭少傑的組合 嗯 還有蕭順毅 對 應該是蕭順毅跟郭少傑的這個組合 然後讓蕭順毅打到這個小球陣容的四號 增加了活動力跟移動量 可是呢 林怡輝其實在季後賽這種 很多body contact 很多這種 hustle play的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林怡輝的經驗 跟她的身材跟她的盾位 會在球隊需要的時候能夠推一把 我想到的應該就是說 在今年季中突然有一兩場比賽串出來的 我知道 榮毅森 不是啦 不是 搞不好她變起兵 對啊 對不對 阿誠對不對 我想的是這個郭少傑 對 因為我覺得郭少傑 在這個對上國王的 這個第一輪的對決 假設他們是對國王 以現在的排名看的話 我覺得她在封線的表現會左右 因為在跟對手本土球員 對方封線也非常不錯的情況之下 他其實是可以到1到3號的 還有拼搶的這個拼鏡 所以我覺得郭少傑如果 他可以在系列戰鬥中不要多 只要一場 兩場 這種就是忽然竄出來得個15分18分 這是他本季有做到過的事情啊 如果第一輪真的是對國王的話 誰要會守楊進比 對 我覺得郭少傑也是一個點 對我剛剛就想說 他在防守上的價值 可能會高於他進攻上面的攻線 沒錯沒錯沒錯 對這是有可能 一定需要一個stopper 如果他能夠用一個郭少傑去換掉楊進比 那當然 這個對郭少傑來講是 不要說真的換掉 你只要讓楊進比打得不舒服 傷害力減低 打得不舒服 其實這個目的就達成了 好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來看一下 這個工程師還有整體四肢球隊呢 在季游賽最後的排名是如何 季游賽的表現是如何 那在第一趴呢最後 欸還是要來恭喜一下小莉 這算是第一排之友 也算是你來做之友 求婚成功 對就是人生大事的完成 那我們當然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們的 這個什麼觀眾哪愛看 觀眾還有觀眾哪愛聽 哪愛聽 就現在真的 對真的就是不管你要聽或是要看呢 其實基本上都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一定也要鎖定我們的賽後你來做 因為等一下第二趴跟第三趴 將會非常的精彩 我好興奮啦 好我們來看看本週有哪些賽事 YahooTV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還持續的收看的話 你就聰明啦 因為我們的流量密碼要來啦 今天我們的來賓主持人呢 是非常的興奮是不是 我好興奮喔 那個梗圖趕快就放上來 對對對 對對對 不過今天跟你搭這感覺 真的好像有點到球場 就說我們之前也一起播比賽過 你這有點止不住的效應 我看你準備 我看你準備你要講什麼 喔沒有沒有 我是說今天我們覺得 欸我們有人要來拜師學藝一下 好了大家一定覺得我們廢話很多 我們馬上就來介紹 福爾摩莎性感 大家好 我是福爾摩莎Sexy 我是隊長姿姿 我是少妍 大家好 歡迎你們兩個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今天我相信包括我們 包括很多男性的觀眾們 應該都很期待 你知道後面那邊已經做滿了 對對對 第一次看到現場攝影棚這麼多人 對 然後那個照相機 那個手機一直這樣 不是 我看到你們這個 好像製作人 戴新美國王的口罩 對對對 我們譴責他 我們馬趕出去 可以譴責一下他嗎 Get out 真的會這樣子嗎 就是說你們成為了球隊的拉拉隊 你們真的就是會支持 就會希望說 這個夢想家拿冠軍 絕對 一定會 真的嗎 少妍先說一下自己來到這支球隊 你看他很重要是什麼名字 少妍呢 少妍 欸對啊為什麼叫少妍 你是三高對不對 少妍少妍少妍 所以我的本名 我本名叫少妍 然後大家就叫就 音很近 對 像少女時代 少妍 就是那個少妍嗎 對 就是那個少妍就對了 不是 就是介紹的少啦 介紹的少 對 介紹的少 但是就是音是少妍 聽起來這樣少 我喜歡多糖 好 所以 直直跟少妍再加入這支球隊 先談一下好了 就是說 來到這支球隊 是真的就是這麼融入 會支持 在這個 就是球隊 希望他們拿冠軍嗎 一定是 其實我們那個心情起伏 是很大的 我們就是 如果球隊贏球的時候 我們真的都很開心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主場 我們在家裡都會看轉播 然後在家裡都會 就整個跳起來 如果贏球的時候 是這麼支持的 連在家都在應援 對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家人不會覺得你怪怪的 他已經習慣了 跟著你跳 你叫他們跳 沒有 我們加入之後 我們全家人都變成 就是球隊的球迷 我們半路籃節 有節目就有講到 就說 有人真的是來看 啦啦隊的 然後有人來看 FORMASA SEXY的 那你們 有感受到球迷 對你們這麼大力的支持嗎 有啊 一定有 其實他們 那個工程師上有做一個 球迷有做一個板子 然後上面寫 唯一支持 福爾摩莎 SEXY 然後 既 副屬之夜藍球隊 就是很小 對 就副屬的啊 就跟 就是樂天一樣 對對對 我們以前棒球的時候也會這樣 對 就是那時候 連球員都開玩笑說 我們是啦啦隊的 副屬球隊 沒有我們當然還是 我們球員是比較 比我們厲害很多啦 對 只是我們 覺得很開心 就是有其他隊的人也很喜歡 我們也都會跟他們互動 跟他們玩 我其實覺得 少爺應該感受很深 因為就是 在來自我做一下功課 我就發現少爺 他在加入了SEXY之後 有這個 聲勢聲量 突然間 突然間 超多的 我在加入之前粉絲只有兩千個 然後加入之後現在幾個 五萬 哇 哇 直接增加四萬八千人欸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會一直傳到片 還是你也是這樣 要加入啊 我佛爾摩殺老人隊 我們內湖小虎隊你忘了 喔內湖小虎隊 我們住內湖內湖小虎隊 你們知道小虎隊是誰嗎 聽起來很有年代 對對對 你有年代 你那天自己被吐吐到年紀了 好啦 好啦我們這一趴呢重點是 你們今天要來 稍微來練習一下 欸先講一下就是你們在球場上面 當啦啦隊 比賽 你們當然會關注球員的表現啦 但你們對於賽事主播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你在家裡看球 誰誰誰播的 或是說他們播的什麼方式 會不會影響你們看球的心情 或是說你們在現場的時候 看到他們都覺得他們在幹嘛 對對對 對對對 來少爺你先說一下 我自己在網路上聽的時候 我覺得 轉播很重要 就是他講話的內容 很影響整個氣氛 對 所以有聽到講得很爛的嗎 沒有沒有 不錯 蠻聰明的 蠻聰明的 這樣子不後到 你這樣不後到 對 對 聰明不錯不錯 少爺過關 但你覺得轉播很重要 對 那你有聽到就是說 播起來讓你覺得說 這個球他這樣講很有趣 或是什麼聲音 就是會聽到他反應很大 就是可能靠進球 啊沒進什麼的 我覺得覺得很可愛 所以你們會喜歡 你們會喜歡就是那種 可能講比賽 講比賽內容比較多 還是喜歡就是 兩個在講幹 聊天 對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像那個 阿信王信凱要來當球廷的時候 他就會講很多 就是比較好笑的東西 就是說 導播一聲平安 或者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喜歡這種 或小胡他也會講 就是說我自己都想下去罰球了 什麼的 我們就會覺得蠻有趣的 真的蠻認真的在看的 我很認真看 我覺得你們的這個 表演性質 基本上有時候會找到目前 然後有時候會主持啊 什麼的 你們會對於主播這一塊 有興趣嗎 會啊 會 我們今天聽到我這一趴飛 超級開心耶 超級開心 那有信心嗎 要來挑戰一下嗎 有 那我們馬上呢 我們剛好四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就一個帶一個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帶我嗎 我帶你 那我們怎麼辦 我也不要嗎 我也不想帶你好不好 好啦 我們就一個帶一個 然後來看一下 我們這五大好球 或比賽的一些精彩好球 來怎麼樣詮釋 Let's go 你就想像說 現在是你的男朋友在打球 現在是你的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就是李德威 然後你要怎麼去說 我覺得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啊為什麼他們講要男朋友 對啊我會確認嗎 他們在搶電話啊 他們在搶電話啊 教法啊 教男朋友 跟男朋友有什麼關係 所以交往 對啊 什麼是跟男朋友有什麼關係 專心關 你們在教學還交往 對啊是 教學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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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交往吧 兩次換手運球 太快了吧我直接看傻欸 好球手要選號手上 石摩恩對位 直接在面前拔起來三分球 BAM BAM 對就是要這樣 要這樣是不是 對就是要這樣 BAM 你要拉長音 氣勢要出來 好不好 五大好球就是這樣子 阿琪拿到球了 逃出去了 進了 好厲害 自己還很開心的笑了一下 可以喔 這樣就可以了 就把握這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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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把握這個原則 他笑得很可愛 對啊 我應該是不是有點寬鬆啊 就是你對女生是比較寬鬆 沒有那麼嚴格 不是男生女生要求的 不一樣嘛 你看喔 你拿球之後 阿一個背後 喔喔喔他要閃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背後一球是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你說可以想說 他一個背後一球 然後我們會講說 這種叫做一條龍 就是一條龍殺進去 小蜜拿到球了 差點被擠掉 突然一個轉身拋頭 成功進了 觀眾就愛看這種球 可以 可以很讚對不對 你看 很讚 學習的力很強 欸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很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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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加入時事 對 加入時事 加入時事 好 現在時間快到了 高國豪這一球 騎馬射箭 就跟福爾摩莎 CC的舞步一樣 俐落乾脆 可以吧 來順便宣傳一下 哇賽 我覺得配合比我還好 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沒問題 OK 耶 耶 經過我們的特訓之後 有沒有信心 喔 我們的少爺 什麼 沒信心就講嗎 不是 初出茅庸 青出於來 哇賽直接就把你幹掉了 是不是 我對姿子也非常有信心 所以我們就請大家一起來欣賞 這次應該是播出以來最香 最香的 好緊張喔 PLG五大好球 一起來看看 不用看畫面聽聲音就好 本週五大好球 第五名 看到的是工程師 寫來自雙獅連線球 穿給法師華麗 拉乾 BOOM 緊張 非常的厲害 就像粉末的Stacy一樣 動作非常的華麗啊 第四名 小麗 拿到球了 被夾了一下 轉身 轉身 觀眾就要來看這種球 這到底是什麼怪招啊 No.3 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的球比智傑剛剛背後傳球 現在 就像九天旋女一樣降落 第二名是 我們的大房東 拿到球了 單臂扣籃 回家感覺真好 接下來要看的是 今天的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現在看到的是 李竸是穿給他嗎 是 M1 直接可以再做一個罰球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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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FI 我覺得兩個人表現都很好 對 好大 好可怕 我們還有14個人喔 對我們有14個人喔 我們還有降落 對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第一次配 因為那個timing 就是兩位可能比較抓不到 可是其實 已經有抓到關鍵字了 對就是關鍵字 對我覺得如果再錄個幾次 應該就可以把我們改掉了 好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禮拜的好球 是不是這麼好看 不過我希望呢 這個 這個好球的好看 在第三發大家可以繼續的鎖定下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還會跟掃言 以及姿姿來進入深入的訪談 不要錯過喔 是不是很高興 脫衣服 你脫衣服是人家跳的要換衣服吧 哇這個感謝兩位帶來這麼精彩的舞蹈 哇這真的今天這23part非常的精彩 今年算是你們兩個就是第一次加入這個團隊 但這支球隊其實本來就有拉拉隊本來就有了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加入FOMOSA SEXY 我是海選進來的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很喜歡籃球跟跳舞 然後剛好在畢業的時候我就有發現FOMOSA SEXY在徵選 然後是在徵選之前其實我就已經知道FOMOSA SEXY 我就已經是大家的小粉絲 那我大惡話不說就馬上去報名 有多少人是海選進來的 4個人是海選進來的 那海選的內容是什麼 跳舞啊 就跳舞 欸你是內部區舞棍嗎 所以你對於武器的部分應該 你是怎樣電流開始 對 最近我一直在看那個IG上有那種推播的那種 那種跳舞的那種短影片你知道嗎 那種看下去又停不了 你會想要去跳下去 因為我們講到舞技嘛 所以我真的必須要說就是 每一支啦啦隊所排的舞風格都不一樣 可是FOMOSA SEXY的舞 真的很難 他們排的是複雜度還有整個隊型 包括像是走位啊 或者說那個動作的難度 我覺得是六支球隊難度最高的 今年其實對他們的要求就是非常的嚴格 我們也是因為有這個年度啦啦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有講 我們每一周都要表演新的舞 整個球技 沒有重複的 所以那個舞都是你編出來的 那剛才跳就是我編 FOMOSA 你會覺得很難跳嗎 會 我就是花很多時間在練習 你本來是跳什麼舞蹈處 沒有我平常大學就是跟幾個愛跳舞的朋友一起 Cover一些韓團的舞而已 所以我本身其實 就是舞蹈底子沒有到很多 就是看練習 一周要練幾次 我們在整個球系開始之前 就會集訓一個禮拜 然後這一個禮拜每天都練八小時以上 就是把每天都練八小時以上 在舞蹈教室裡面 對 然後把所有的舞都學完 那學完之後就是開始球技了 然後我們台北的就會在台北約練 然後中南部的就在中南部約練 然後等到球賽要開始的前一兩天 我們就去排隊型 那樣子的一整天 也是大概十二個小時左右 他們有自主訓練 是自主訓練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就很不可思議 對 那你說你們這樣子一整季下來 跳了幾支舞 哇 我沒有算耶 但是每週都是新的 例行賽的時候的舞是這樣 但我們季後賽又準備了新的舞給你們 又有新舞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再重新練 就是全新的舞 然後季後賽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舞步 因為你們比較FORMITO SEXY 所以你們的舞步其實有滿多 比如肢體動作做得很大 我跟你講性感到極限 為什麼叫性感 可是就有教導說 唉唷 這個小朋友 這個女人怎麼去回應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 我之前就是有跟很多人講過說 我覺得 你是怎麼樣的人 你看那個攝影眼光 就會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我們可能做的東西很少 可是你不知道我們其實是 花很多時間練習才可以變那麼性感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所以你會這樣看我們覺得 這樣就是你想的是那個方向 但其實我們是真的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你想哪個方向 我想哪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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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千萬保持這個風格 對 不要 不要因為人家說什麼而改變 不會 我們一定會繼續保持 我們就是知道自己 我們支持你們 對 為了所有的男性球迷 支持FORMITO SEXY 不要輕易跟他們的風格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就是FORMITO SEXY性感 然後沒性感就因為FORMITO SEXY性感 一定要性感 人感 人感 因為性感有非常有健康的性感 對啊 他們就是啊 那還有什麼性感 女人每次遇言幼子 那我原覺得咧 你覺得這個舞步性感 那種小肉性感的感覺 你覺得呢 我覺得很好啊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突破 我覺得對啊 他講話的樣子 我會覺得說你平常是 他本來是滿素人的 是這樣嗎 會碰到像這種就是說 你們要把他帶起來嗎 FORMITO SEXY 我們基本上不能離開性感這個詞 可是我們求女孩裡面 就有很多不同風格的人 例如讓掃嚴他就是比較可愛風 像我們裡面也有比較歐美的 對所以大家都有自己 有有有有有 歐美是那個嗎 菠蘿蜂蜂蜜 他就全身刺青 然後很黑 有黑 而且他又特別的高 對他身材也是非常歐美 然後他也有很多喜歡他的市場 然後掃嚴他可愛 他也有他的市場 你看他的整個妝感 他的打扮 不是台灣 不是不是 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他的眼線跟他其實是 美國ABC女生會化的那種妝 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他印象很深刻 那嫂妍勒 你覺得這個時間內有沒有最大的挑戰 除了剛講到花很多時間練習 然後很多支舞 你對自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最大的挑戰應該就是跟人群接觸吧 因為你要面對 因為疫情嗎 我想跟人群接觸 不是 是跟球迷朋友互動 因為我們來個性是比較害羞的 但是你在球場上你就是要帶動氣氛 你不可能在那邊扭扭捏捏的 所以就是要把自己心胸放大一點 對 怎麼說人家是中的 人家就是支持夢想家 他要把自己覺得變嗨才能夠 那我想問一下服裝勒 其實你們有好幾套服裝 也算是像你們今天身上穿的就是 後面這個姿子的這一套 我記得還有一個像是連身的 對對對 其實都大受好評 佛媽 Stacy 他們爆紅 是因為他們穿了很短的真理褲 那就是 就是你們身上這件嗎 不是不是 更短 短到基本上 那怎麼不 喔 不是 還是有很多人跟你有一樣的心情 對啊 那為什麼咧 他們都會說 現在變得穿太多了吧 或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我們還是辣 其實褲子還是很短 對啊 這還是蠻短的 你說之前那個更短 對 但之前那個我們就覺得說 還是有很多的家長或很多球迷反應說 覺得真的太短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也會聽大家意見 就是綜合他們的想法 把尺度拿捏一下 對 我們還是很性感 就還是都超級貼的很小尖 然後我們你說連尺的那一套 它就是比較低胸 對 然後腰這邊坐得很合身 然後我們季後賽也有全新的一套 大蛙背 對 所以 就是希望說我們質感可以提升 比如說去外面隨便買衣服穿這樣 欸 我有一個問題 是跟球場上比較有關係的 比如說如果我說有球員在場上 比如本季 夢想家跟工程師好幾次在場上 哇 打得其實很激烈 兩邊就覺得好像快打起來那種感覺 火爆 對對對 那你們作為啦啦隊議員 你們會在那個時候覺得 應該怎麼辦呢 就要加油嗎 還是要打冷氣 就是你們當下你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為什麼想要那麼開心 因為我們當下其實都會有點小興奮 打架 打架 對不對 他們以為我們好像會很擔心 沒有我們 會怕說要起衝突了 其實不是 沒有我們說打架 打架 那你都希望自己的球隊這樣打贏就對了 對啊 到後面如果真的非常嚴重 還是會希望可以就是小心一點 一開始我小衝突不就很開心 然後後面 發現尤其是 事情不對了 對 就覺得好像蠻嚴重 怎麼會這樣子 該停囉 但是問題是在球場上面 其實這種熱情或這種嗨度 你們是很享受的 對 那我覺得那很好 我又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們距離球迷非常近 差不多這個距離 很近啊 對啊 因為你們那個板子 我們的距離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們後面是板子 後面那個板子 真的是這麼近喔 是不是同樣想從夢想家出場 沒有 我想要賣票 有沒有要做推子的 都要出售 好 那忽然來了一個問題 最喜歡夢想家 哪位球員 所有最有印象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團員都有討論過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我最喜歡陳立煥 因為我覺得他在場上很帥啊 很強 結果盧玉米他就很驚訝 他就說 什麼 你不覺得他長得很像鬥牛梗嗎 哈哈哈 立煥也算帥的啦 對不對 算型男的 他還是個帥哥 但是他這樣講之後 我們大家就會想到他的時候 還很認真打扮很帥 所以我們臉上有點浮血 鬥牛梗就劈牙 鬥牛梗就很可愛欸 很可愛 後來那個 就是 阿枝 有沒有說他是夢想狙擊手 結果就有粉絲留言說 他是夢想吉娃娃 然後我就覺得很 然後你又把吉娃娃的臉 你都在他身上 LOVE SHOW我球隊都是狗狗 對 很好喔 好 那這個曉元喜歡這個立幻 我覺得他上場打球很認真 嗯 喜歡手上有畫畫的男生 上上有畫畫的男生 那那個咧 姿姿咧 我喜歡很多個 喔真的喔 可是我覺得像Vocal就很厲害 然後最近鎮圓也很厲害 然後但是我比較有接觸到的其實是松尾 然後因為 因為我們就是有拍那個彭尊的頻道 然後讓他們體驗一日啦啦隊 所以就有教彭尊跟松尾跳舞 然後他是號稱就是那個 夢想家的舞王 所以鄭圓 不是 松尾是真的會跳 呃 不會 哈哈哈哈 他是夢想家的舞王 我沒有看到 可是他很好相處 然後很幽默這樣子 然後這他也很給我面子 因為彭尊問他說 如果他説自己決賽漂亮是誰 他就說 然後我就 那我今天就要說我最喜歡他 就謝謝他這樣子 喔 OK 其實你們是真的會很容易吸引到球迷們的注意 那包括像是轉播的時候 其實也有發現說 罰球 對方球迷在罰球的時候 你們會去干擾 然後也的確包括像是主播啊 秦瑾啊他們也都會講說說 這個球場好像真的是魔鬼的主場 也的確是今年的夢想家在主場的勝率是最高的嘛 最難打的主場 這個人家說你們好像也有一份個功勞 你們在影響對方進攻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心態有什麼樣的招數 其實我們就是會站在那個 他們就是要罰球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在二樓 然後就有一個透明的玻璃 然後我們就蹲 我們都會跪下來 我們可以做一次嗎 好好好 我們示範一次 一起吧 不會敬 不會敬 然後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就會吸引過去 欸是是是 可以了 哇這太有威力了 這太有威力了 我出去 我都有點贏 你都有點贏是不是 我都不會散 選一都要塞到這邊來 我的人意了 哇你看光我們在棚內 更何況到球場 所以你們真的就是會這樣喊 讓他們聽得到 然後用肢體的動作去音響 而且我們都喊超大聲 我光看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被影響到了 對 而且我覺得啦 真的就如果你們真的是在 籃板的後面 就是面對罰球者的話 他們不看到你們都不可能嗎 不可能 一定會看到 除了干擾罰球之外 好像之前有發生一個比較 有爭議的畫面 就是說在對方訪問的時候 你們有在後面去 有點像是干擾 有點像是加油天簇這樣 你用一些有趣的畫面 可是網路上面的評論 有比較兩極 有些人會覺得說 人家在接受訪問 你還要干擾幹嘛 如果你說罰球在比賽中 這樣干擾就算了 當天的狀況 其實是整場的氣氛都很嗨 然後大家都很躁 然後獅民們就很熱情的 拿第二牌子啊什麼的 我們也舉著我們Dreammaster牌子 那會在那個訪談的時候 在後面拿一些 球迷們做的小道具啊 然後做一些小小的 毆打獅子的小動作 我們有一個球迷做了一個獅子的頭 然後我們就假裝打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想要跟鏡頭玩 然後讓畫面更有趣而已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多網友在討論的是 關於比倒戰的事情 那當天其實是因為在擅長的時候 有很多外國的小朋友 在那邊對我們比倒戰 那我們也只是開玩笑的 就很直接的這樣比回去 然後就是讓很多觀眾朋友覺得說 我們好像在對詩迷 因為是在詩迷的方向 對是同個方向 就產生這樣的事 比倒戰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後來也是有跟他們講 因為也是有人反應 就是說為什麼要比倒戰 然後可能他們就會一直叫囂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們回家啦你們回家啦 他們是這樣跟我講的 對但是沒有來現場的朋友 他們只是看轉播帶到 他們看到的就是 倒戰然後叫他們滾回家 他們看到的感覺這樣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是在玩 碰到這種事情你們會影響到 想當啦啦隊的心情嗎 有一個球迷他就是罵我騷貨 說我們是爛隊伍 你可以罵我 你不能罵我對 你罵佛馬姐 我就跟你過不去 就是跟你過不去 就是跟洪師傅一樣 對我可以委屈 但是為了生活我可以忍 但是侮辱中國武術 就不行 我們的第一場啊 第一場的應援喔 超級尷尬 就是球迷在我面前 假如說你在跳 你在我面前好像 他會害羞啦 你幹嘛 要曬動他他也不必要 然後手機也不太敢 不然就是這樣子 你有發現他要拍 但是他又不敢大膽地拍 他要拍不拍 然後有點沒有拍這樣 就很尷尬 然後你怎麼喊 你就說DFAN 然後他們都不喊 就是真的很尷尬 很冷靜 如果說是直播廠商的話 就不要來你跳你跳 我是直播的球迷來 你跳你跳 可是到了第二場第三場到後面 你們是不是有一種成就感 對第一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 我是帶著他們在二樓 那壯壯是MCA在一樓 我跟壯壯本來就是好朋友 我從上面我們兩個是 是覺得自己好可憐 然後我們下班的時候 我們一起回台北 我們就在討論說 我覺得明年執行長 應該就不會用我們了 就是覺得說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帶起這個應援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都會跟大家講說 你們不要 我們不要覺得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把自己當迪士尼的人偶 然後就是給他加油下去就對了 哪一場你覺得說 這場我開始覺得 跟之前不一樣 那他沒有突然在哪一場 他就是慢慢大家去習慣這些事情 然後再加上 我也會跟女孩說 你們一定要多多 把自己在球場上表演的東西 PO在社群上面 去做一個行銷 吸引更多人來球場 那吸引到來球場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慢 有些人會被帶動到 然後就會 大家會覺得 他們球場好像很好玩 他們就是已經抱持 來個嘉年華會的心情來 他們就會真的跟著一起帶動 所以是慢慢帶起來 就是不是一個事件突然 那現在真的 我們組場是嗨到不行 像夜店裡面 講得非常的好 這當然也是我們在這一集當中 非常高興請到的少顏跟姿子 今天來到我們的賽後尼來做 而且我覺得今天呢 找了這個搭檔 真的是找對了 非常的盡責 幫我們的男性球迷們 把所有的問題都問完 那我也相信呢 大家呢 其實聽到姿子跟小燕這樣講 季後賽 一定要去你們的主場 我們這個很用心準備 大家一定會耳目一心 對 沒錯 而且在例行賽基本上就是 三千三千每場都滿 對 所以真的票也不好搶 好不好 在季後賽開打的時候 請大家一定要到現場 去支持 FORMOSA SEXY 支持夢想家 支持整個PLUS League 今天非常謝謝 小燕 謝謝支持 謝謝 謝謝我的好大大魔靈 我們賽後你來做 下次再會啦 掰掰 掰掰